所罗门 所罗门被公认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君王 当他起好了圣殿之后 即刻就为国民祷告 为他们祝福 而人民也都为所罗门王祝福 全国上下都尊重上帝 彼此祝福 的确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适逢美国庆祝248周年国庆 就让我们藉着以色列这个历史片段 谈古论今 看下它会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列王纪上八章五十四和五十五节的经文说 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 向天举手 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以拔 就起来 赞着大声为以色列传会众祝福 所罗门王为人民的祝福 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 赞美耶和华的信实 列王纪上八章五十六节的经文说 耶和华是应当清重的 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 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 凡值他博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 一句都没有落空 第二 愿耶和华的同在 列王纪上八章五十七节说 愿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 将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 不撇下我们 不吊弃我们 第三 众人对上帝的责任 列王纪上八章五十八节跟着说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 进行他的道 紧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解命 律例典章 第四 愿耶和华随天祈求 列王纪上八章五十九和六十节的经文说 愿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昼夜谁念 每日为他博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 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上帝 并无别臣 昔日所罗门王为人民祈祷祝福 正借国富民强 上至君王 下至平民百姓都敬畏上帝 美国在1776年以基督教精神立国 在当年的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明确宣告 以下是其中一段的中文翻译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然而遇的 人人生而平等 做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立政府于人民之间 政府之正当权利 经受统治者之同意而产生 反观今天的美国 政治腐败 人心不安 道德败坏 物价急升 引致民怨沸腾 信仰更加一落千丈 令到年轻的一代 早就抛弃立国先言 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信念 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的领袖 包括总统 副总统 内阁 参议员 众议员 各级法院的法官 军事领袖 和州的各级官员祈祷祝福 因为他们的立法和施政 足以决定和影响国家的前途 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所罗门王和以色列的民众 敬畏你 彼此祈祷祝福 藉着他们的见证 使列国万民 看到你的荣耀 主啊 我们为美国祷告 求你开启美国领袖和人民的心 教导他们 敬畏和信靠你 听到你的福音 接受你话语的指引 拒绝来自魔鬼和邪恶势力的影响 祝你的喜悦 天父啊 我们为美国的领袖 祷告祝福 愿他们有勇气行公义 对抗邪恶 例如堕胎和违背人性的行为 愿他们好怜悯 有爱人民的心 各项的施政都是为了人民的好处 不去谋取个人的权力和利益 愿他们全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行 以致一切的立法和施政 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 称重你的名 天父啊 我们知道人民对美国最大的祝福 莫过于藉着今年的选举 积极参与投票 选出合乎你心意的总统和各级领袖 使美国回归敬畏你 投靠你的道路 得以复兴 荣耀你的名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门 祷告是人向上帝倾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祷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事项全真至 praytimeatchirosusa.org 愿神自福看顾你